公路季后赛输了 接下来他们要怎么做 而且他们为什么输 公路季后赛输了 整个输给暴龙队呢 所以我们又必须要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输的 而且呢 在今年自由球员市场里面该怎么办 因为呢公路队在今年球季结束了以后 他有五个主要的球员 是变成了自由球员 所以呢 签下这些自由球员 变成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那可是 他们要签下自由球员 他必须要先检讨一下 他们为什么在季后赛输给了暴龙队 我个人认为 在输给暴龙队有几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在调度方面 Bottenhauser你会看到 好像没有这种季后赛的urgency 因为 主力的球员上场时间 好像平均都上不了40分钟 可是对暴龙队来说 主力的球员上场时间 都是几乎超过40分钟之上 而且你也会看到 到了季后赛的时候 即使在例行赛轮替非常快速的Steve Kerr 也在第二轮碰到火箭队的时候 让他的几个主力球员 上场在42 43分钟左右 那个时间真的很长 因为他们知道 冠军赛系列 如果要达到那个目标的话 你必须要 这个 荒废所有的心思 而且不顾一切的代价 只要events到下一轮 他们就有机会 公路队的urgency 我个人认为是不够的 那怎么地方可以看得到呢 在第一第二战他们赢了之后 在第三战以后 他们开始输球的时候 他们几个重要的优势消失掉了 第一个呢 是快攻的分数 第二个呢 是篮板的差距 第一第二战 他们都赢了12 14个篮板左右 可是到了第三战 也许他们继续在篮板上赢的 可是都没有办法达到双位数以上的成绩 甚至有一战呢 他们在篮板还输给了暴龙 所以呢 以暴龙队的攻击的模式来看 他们有相对同样的进攻的次数的时候 他们赢球的几率就变成上升了一点 公路队在今年球季是打最快的球队 那暴龙队是比较慢一点 特别在季后赛前面两队打完 他们是最慢的球队之一 所以打到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战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分数 大概就是102 99 94 那那个完全就是暴龙队的节奏 节奏被对方拉着鼻子走 这个也是公路队输球的原因 那更重要的是呢 公路队仰赖大量三分的投射 在这个对战系列里面呢 Yanis周边的这些球员 给他非常低迷的命中率 只有一场比赛 就是最后一场比赛 他的三分球命中率 是在32.3%以上 其他的比赛全部在这之下 这代表说呢 前面你两个比较多的攻击的次数 你还可以以比较低的命中率拿下胜利 可是后来呢 你们的攻击次数差不多了 我的命中率一惨 抱歉 我可能就要输球了 那更重要的原因呢 我认为 Yanis在这种逐栽比赛的情况之下 他的队友的三分投射 不撑头的时候 他也没有大量的出手 在这个对战系列里面 Yanis同工出手的大概17.8次左右 如果你翻开过去的历史 强势的主力的攻击手 在紧要的关头的时候 譬如说 Kowat Leonard在这个对战系列出手了21次以上 这个算多吗 其实也不算多 因为LeBron James在过去几个季后赛 最低的一年是19.7次 其他大概在21 23 他甚至还有一个季后赛 出手了27次的平均出手 这个就是指标球员 特别在你的这些周边的 这种角色球员打得不好的时候 你必须要跳出来 主宰整个比赛 必须要拿下这个场面 那Yanis我个人也没有做到这一点 所以呢平均的得分 大概就在22分左右 最后呢 没有办法帮公路队晋级 好了 那你可能会说 那明年怎么办 因为呢 你会看到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自由球员 虽然呢在球迹一半时候 大概以这个7000万的薪资 签下了Eric Bledsoe 把这个问题控球会稍微解决了一点 可是你会发现 到了暴龙队这一轮 Eric Bledsoe打得非常的差劲啊 那怎么办才好呢 他是不是压错宝了 因为呢 他最主要的几个球员 像 Chris Middleton 我认为Middleton呢 他可能必须要有公路 给他很大的一个保障跟合约 因为他是player option 明年的合约才1300万而已 我可以保证你 他不会接受这1300万 他一定declined 那这个时候公路队就必须要 从口袋里面的身处 掏出所有的现金 因为公路队可以给他五年的max 这五年的max代表说呢 他可以赚1亿8千7百万 别的球队最多只能给他1亿3千7百万 所以呢 这样子一比较起来 如果公路队有诚意的话 那他就会拿出五年的max contract 那他可以保住Chris Middleton 可是Middleton真的值得这个max contract吗 我个人认为不值得 如果你可以在自由球市场 跟别人竞争像Jimmy Butler 或者是Kowatt Leonard 或者是Kevin Durant 那也许你这个max contract不需要出 可是你真的竞争到这些人吗 公路队市场太小了 可能性不高 所以呢 事实物为俊绝 也许他不值 可是呢 你可能还是必须要把现金偷出来 求他回来 好了 另外四个人呢 Georgie Hill 他可能必须要满足他在 这个Pickup的他的option 必须要把他的现金给付满 不过呢 有一个有两个球员 有点重叠性的 你可能就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了 Brooke Lopez还有Meritage 两个都是长人 两个都抓篮板 两个都投外线 可是呢 Meritage他的活动力比较好一点 Lopez底线封组能力比较强 到底是两个人要留哪一个人 Meritage比较贵 可是Lopez在去年的合约就有三百多万 所以你肯定要花更多的钱留下Lopez 我个人认为留下Lopez 是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 那如果你没有了Meritage呢 以后你可以找谁来呢 市场里面好像Marcus Morris是不错的选择吧 Dewin Dedman也不错 所以呢 要找到这些人回来 对公务队来说是有帮助的 因为这些都是可以投外线 而且在禁区有防守能力的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人呢 我认为是Malcolm Brackner Brackner的合约 看起来他可能也必须要有比较大量一点的金钱 因为他是这个球队 投篮最稳定 然后又可以控球 又可以守到在暴龙队对战现实时口外Lennart 又可以守 又可以攻 又有投篮稳定性 攻度队急需要这个人回来 那剩下其他的球员攻度队 要怎么样把他们找回来呢 或者他们有什么取代的方案他们可以找呢 我认为以他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阵容 他们还有很多次要的球员 他们必须要花一点心思把他们继续牵回来 譬如说Stirling Brown或者是Pat Cunnington 这样子的球员 对他们来说在整个球季是有帮助的 他们可能也必须要继续跟他们许愿 好了 我认为攻度队他的前景是如何呢 只要有Yannis你就有希望 Yannis 打碰Cripps Middleton 还有Eric Blitzo 加上Bragdon 还有这个Brooke Lopez的话 他的核心继续存在 可是如果在东区里面 要脱颖而出 要击败暴龙 暴龙应该不会有Core Leonard 所以要击败七六人 Jimmy Ballard可能会走 那要击败自己 可能是他们未来的目标 只要把核心顾住 攻度队看起来 绝对不过是一个 一首歌成名了以后就没事情的一个球队 因为他们的核心绝对在东区具有主宰力 那更重要的是 出了东区以后到西区打冠军赛 如果Yannis他没有办法在今年 在中距离跳投以及在紧要关头 竹栽比赛的企图心拿出来的话 那公路队仍然可能就是东区冠军 没有办法在NBA拿下他的冠军 好啦以上就是我对于公路队的 现在未来的看法 那我相信很多公路迷在外面 可能认为说 没有啦公路队怎么做都会赢了 那 欢迎你到我们PV Plus粉丝页 或到一个人粉丝页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